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再来我们的那个网址就是GOO.GL 应该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 是不是应该没错啦 应该没点击进去看看 没错是这个 8 这个 8TQQ39 这个GOO.GL 8TQQ39 然后 最好是把它写在一个 你记得起来的地方 或者你干脆照相把它照起来 那这边有QR Code 手机也可以连过去 那另外这个网址 那我也会随时看一下 你们的那个学习情况 第一这个是上个礼拜 51次 隔天还有8次 8次 再来就一路往下 快要到上课又开始有同学 开始又会连接这边 那这个是第一个 有关我们的连接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帮各位开个头了 就是你到那个Android 你可以到那个Android Studio的那个官网上面 其实你可以搜寻Android Studio 应该也会到它的官网 这边一样会 你搜寻这个关键字嘛 一样会到那个 download的这个画面 不过光那个download 你看半天你会发现 哇怎么这么多到底选哪一个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一个的话 你干脆就下载我的就好了 要不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参考书上讲的 书上就叫你说 安装那个install版 应该是安装什么 install版 然后下载大概好几GB吧 然后再下载SDK 然后也是好几GB 然后漫长的大概可能你一天是装不完的 等到你装开开始可以用的话 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之后了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然后也不知道接下来干嘛 所以我们简单一点 我已经帮各位打包一个 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的版本 以后你们就用那个版本好了 来上课单纯一点 不然我看有些人就卡在这里 卡很久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教各位写APP 并不是叫你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且我跟各位讲 这个从我开始接触它以来 这个网站已经改版的N次了 也就是说几个月之后 它又长得不一样了 然后呢 它的连接的位置又不一样了 它旁边的东西又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 如果你之前买书好了 你会发现你照那个旧版的书来看 找不到哦 你会不知道说照哪边下载 下载什么东西 而且去年书还在卖 那个用的开发环境 还是用Eclipse 所以你们现在就 只要不要买去年以前的 因为那个书都不合用了 所以你要看那个出版的月子 而且用的工具要是Enjoy Studio 否则你买来 那本书应该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少 而且完全不同哦 这一点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书上要出书也还蛮麻烦的 作者光要写书是很累的 所以光要出版一个东西 没多久它可以改版 甚至又要重新学习 所以我一直处于重新学习的状态 所以有些东西如果你看 偶尔会卡一下 那也不是说我要这样 只是说因为有些东西它又不太一样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马上能够去把那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找出来 那当然可能经验比各位多一点点 不过不见得说我什么东西都完全都知道 只是说呢 我摸这个的时间绝对比各位多很多 因为我要把那种全部的东西都搞懂 当然我要先已经把它从头到尾看过 每一个都点进去了解一下 最后呢帮各位打包一个比较简单的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说 除非你时间比较多 你可以进来这边看 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 你就把什么呢 这个我把它改成那个清单好了 把这个 有没有 141啦 这个应该也没多久以前 大概差不多两三礼拜前打包的 也不会太久啦 应该到我们学期末应该都可以用 以后如果说觉得太久了 没关系你再自己再去打包 再去做升级 那下载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低碟 我建议是放低碟 解出来就是Android Studio IDE的141 那里面的话会有两个目录 一个是SDK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Android Studio的执行的画面 那我建议你把它两个分开来看 SDK归SDK 然后Android Studio IDE归IDE 为什么因为它IDE只是一个编辑的画面 那它背后呢 至于你要开发哪一种版本的Android 都是由Android 就是SDK来决定的 所以在那个SDK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版本 但是千万不要全部都下载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下载的话 它的那个大小 像我们现在我大概只有装个两 一个两个版本而已吧 它就大概要几G啊 1.5G了 才装一个还是两个版本 但它总共有20几个版本 所以如果你20几个版本 全部都给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想你电脑应该很快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空间夸用完了 那可是问题应该挑哪一个呢 它最旧的大概1.5 1.6 最新的到5.0 6.0都出来了 可是我建议各位 上礼拜讲过 不要挑最旧的 但也不要挑最新的 因为很多东西太新的 你反而没办法run 因为有些装置可能还没跟上 所以我建议大概差不多 用大概 我觉得啦 太新的有时候你电脑也跑不动 所以大概比较中间 中央一点的 大概是4.03那个版本 我觉得我测试过 稳定性也没问题 相容性也没问题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就只有装一个叫4.03的版本 所以你打开来 你怎么知道装了哪一个 Pattern Fox 里面的话有没有看到 其实就是这个 你就有15的版本 就是这个 Pattern Fox这个版本 那里面的话应该 这个蛮小的 那21的话好像是5.0的版本 不过主要是15那个版本 OK 然后里面的话有哪一些 进到那个SDK 特别注意哦 首先的话 我们要解决模拟器的问题 那模拟器哦 特别注意哦 SDK里面呢 当然你可以不需要进到 Android 那个Android里面 就可以设定 那个所谓的模拟器 那那个要设定模拟器 除了在 Android Studio里面设定之外 其实在SDK 目录里面 也有一个AVD Manager 这个AVD Manager 打开来之后的话 记得是AVD OK Manager这个 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 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A 是什么叫AVD 就是什么 Android Virtual Device 的Manager 就是 其实就是 简单讲起来 就是模拟器的 什么管理员嘛 对不对 OK 打开来之后呢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的话呢 我新增了一个 你想说新增哪一个 这个Create 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我是给它的名称 AVD的名称 叫做4.03 因为我是针对这个版本 第二个的话呢 我Device 我先不选 我空下来 然后呢 Target 我是选什么 选那个4.03 这个版本 那不要选太新的 你如果选5.0 当然之后你要练习OK 如果我发现 越新的版本 光跑的时间 因为它载入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跑太久了 那你简单一个 Holo World 不需要用那么 那么豪华的东西 以后如果说 除非你的电脑 是什么 i7以上的等级 现在是跑 电脑太快 不知道跑什么 你跑这个 你觉得 真的有值得了 为什么 因为真的需要高阶的CPU 跑起来就是感觉不一样 就像那超跑啦 你要无线速高速公路才有办法 不然你一般塞车路段 像我常常在台北市塞车的时候遇到超跑 就很烦很大声 但是一直你就跑不快 我想说你赶快跑 让你好了 那怎么样 红绿灯你又在那里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你开快一点 我开慢一点 还是一样 你还是在那里 开很久 还是一样 那我觉得 这有点 那时候 你的CPU就没什么效了 就跟你超跑一样 除非你现在是一个 无线速高速公路 你随便跑 那这个时候 像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们选那个4.03的 那特别注意再来 CPU特别注意 两个选项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都是关键 上面是 ON 这个ON的话 是原来我们那个 等于是小型的装置 的模拟器 后来下面那个 有个X86的 不过它是Intel的 什么ATOM这个 那上面跟下面 可以插在哪里 速度插很多 如果你2.X的版本 跑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4.X版本奇怪 可能因为架构 变得太复杂了 所以如果你用ON的 那个架构来跑模拟器 哇光开启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光跑 跑好几分钟 奇怪 怎么一直还是那个画面 所以你们回去 不然我们试过 如果你用ON那个 哦一直跑 跑好几分钟 还看不到画面 但是如果你用X86这个 大概一两分钟吧 就看到画面了 所以我比较强烈建议用下面那个 但是有个要件 第一个 你要装那个加速的驱动程式 那个东西没有预设装好 OK第一个哦 第二个 你的电脑呢 也要是Intel的 而且哦 有同学问AMD 抱歉大家不行 因为Intel的嘛 OK 第二个是说呢 Intel的不是全部都有资源 还要是高阶的 应该可能是i系列以上 i3 i5 i7 而且要资源有个技术叫 什么 VT哦 Virtual 什么Transfer 什么VT-X VT-D也不行 要VT-X 那个东西我发现 比较标准的版本 比如说i5以上的标准版本 好像才有 我们这边电脑刚好有 刚好有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都问你的那个 笔电 没有这个技术 那可能也不行跑 所以这个两个要件哦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公司你就跑X86这个模拟器 就会跑得很愉快 我刚刚试一下 我这一台是有了 我们这边的电脑都有 你等一下只需要 先装一个那个加速的驱动就可以了 OK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BIOS里面 也要把那个VT-X BIOS开机的时候 那个按Delete或F2 要把VT-X 改 预设应该已经是Enabled 如果它Disabled 你就把它打开来 才会支援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这个 然后要把Skin 它的那个界面要不要 No Skin好了 或者加一个HVGA也可以 看各位 No Skin的话 就是没有旁边那个东西 旁边这个东西 如果你旁边需要键盘 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再加一下 就是Skin的部分 然后另外RAM的话 大概512就好 你不要太高 除非说你现在电脑里面RAM很大 8G以上 不然的话大概512就够了 然后再来其他的话 用预设啦 Internal 再来200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这个要不要勾选 由自己觉得 什么叫Snack Shop 这有点像是电脑里面的休眠 有没有 你关起来休眠 它会先把你Mail里放在那个你的HardD里面 然后到时候再直接打开 它会速度快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也好像快不到哪里去啦 那这样的话 你按OK之后 按OK 我已经做好了 就把它Start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我大概刚刚跑了 它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大概一两分钟就开起来了 那里面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应该标准的一个 那个Android的一个手机的画面 关掉 可以重开 应该蛮快的啦 RAM一下 它就直接启动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 那个我们的 X86的 OK你会发现哦 RAM的时候它会什么 HAX已经RAM了 表示说它可以启动 但是如果没有 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加速 就有点像Turbo吧 它就推很快了 不然的话会慢慢跑 好那再来的话呢 那个模拟器的加速器的驱动在哪里 其实很好找 各位可以发现哦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加速 有没有看到是我刚刚传的 把它重整一下 我刚刚传上去 有一个那个摩尼器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刚刚传的 Intel的X86的什么 硬体加速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直接就是开启它 大概差不多一枚多吧 这个解出来之后 你就把它把里面那个有一个叫什么 一个执行安装档案 直接把它这个把它解除 按右键 解出来到时 然后里面的话就这个 这个目录了 这个目录里面呢 请你执行这个 Intel的什么 HAXM Android这个 然后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那就OK了 恭喜你 你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理论上你这个电脑就有加速的作用了 好 因为这边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它会出现 叫我不要再装了 OK好 那第一个就是 Enjoy的摩尼器 会稍微快一点 至少比on来的快很多 不然的话 像我们之前用那个on的那种 光我讲了讲半天课 那摩尼器还没打开 所以 OK好 这个地方第一个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那我刚刚讲的部分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我怕各位有些细节 一 请你把我们的Android Studio 解到 低碟底下的 这个地方 有两个目录 二 Android SDK 这个东西 AVD Manager 现在还没进到那个 Android Studio 在外面而已 OK 还会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实际上 它可以分开来看 你可以先解决 模拟器的问题